汉昭帝死后 权臣霍光力挺昌义王刘鹤进京继承皇位 但是刘鹤登上皇位仅仅27天 就被霍光策划政变废去了帝位 历史上被废的皇帝大多数都不得善终 丢了皇位也就丢了身家性命 那么被废去皇位的刘鹤会是例外吗 刘鹤被废之后 霍光选择了汉武帝的曾孙刘鹊 作为新的皇位继承人 四年之后霍光病逝 新皇帝汉宣帝大权在握 他又会如何对待自己的叔叔刘鹤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海昏侯刘鹤第六集 提心吊胆果日子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我们上一次讲到 这个汉昭帝死了之后呢 大将军霍光是力挺昌义王刘鹤 进京继位 可是这个刘鹤的龙椅呢 还没有武热就引起了霍光和大臣们的不满呢 仅仅27天之后 这个刘鹤呢就被废除了 古代皇帝被废啊 大多都不得善终啊 那么等待刘鹤的又将是怎样的命运呢 我们前面讲过 这个刘鹤拜业完上官皇太后 返回卫阳宫温史殿的时候 跟随他的昌义群臣就被挡在了门外 还没有回过神来 早已埋伏在旁边的这个车戟将军张安氏 就指挥手下士族 是将这昌义群臣二百多人士团团包围 全部抓捕 关进了监狱 这个刘鹤被废以后啊 事情还没有完 霍光呢 就给昌义群臣定了 献王于恶不到这样的罪名 这个意思就是说啊 昌义王国的这帮旧臣 他不引导刘鹤走正道 而是将他推到了罪恶的境地 这也太不符合为神之道了 这个罪名啊 在当时来说可是够大的 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啊 这些人应当全部问斩 为了慎重其见 后来呢 又经过有关部门调查 发现这其中有两个人呢 曾经规劝过刘鹤 可以减轻罪责 那么这两个人是谁啊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中尉王吉和郎中令拱隋 这个王吉呢 在刘鹤当皇帝之前呢 就曾经给刘鹤上书 建议他将朝政全部委托给霍光 自己做个橡皮图章就行了 那个拱隋呢 更是多次劝谏刘鹤 遣散昌义群臣 信用朝中大臣 其实这两个人呢 都说出了霍光的心里话 因此呢 霍光觉得可以饶他们不死 最后啊 只判了个昆违成淡 就是替光须发 服五年苦役 这另外啊 还有一个人也叫特殊 这个人呢 就是刘鹤的老师王氏 这个王氏啊 可是当世大儒啊 而且又是刘鹤的老师 他最有责任教刘鹤学好了 可是呢 有官部门在调查的时候 却没有发现他劝谏刘鹤的上书 或者奏章 所以当时负责呢 查处此案的官员呢 就质问王氏 你身为老师 为什么就没有劝谏昌义王的上书 或者奏章呢 这个王氏呢 就回答说 臣长期给昌义王讲授诗经 反复吟诵有关忠臣孝子的篇章 重点讲解威王师道之君的经验教训 我呢 就是用诗经305篇来劝谏昌义王的 因此呢 就没有自己写的简书了 这个王氏的话呀 被这个官员呢 汇报给了霍光 可能这个霍光呢 认为王氏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所以王氏呢 最后也被简轻处罚 免雨一死 除了拱随 王吉 王氏之外 刘鹤 从昌义带来的臣僚啊 全部被诛杀 把刘鹤的党羽收拾完了 这下该轮到刘鹤本人了 其实呢 就在刘鹤被霍光嫁出去之后啊 当时就与大臣提议 要将刘鹤流放到 当时专门流放罪犯的 汉中郡防陵县 也就是咱们现在的湖北防县一带 可能霍光已经觉得刘鹤没有什么威胁了 发了慈悲 不但没有危及刘鹤的性命 甚至呢 也没有采用流放的处理意见 而是通过皇太后下诏 特别准许刘鹤返回昌义国 住在原来的王宫之中 这个刘鹤回去之后啊 就被软禁起来 史书记载 说是刘鹤回到昌义 虽然还住在过去的王宫中 但物是人非啊 他早已没有了从前的尊荣 朝廷已经将他昌义王的封号吃夺了 昌义国改为山羊郡直属朝廷 为了解决刘鹤的这个生活问题啊 朝廷呢 还特许他收取当地两千户百姓的赋税 这样一来 刘鹤现在只是一个身份特殊的署名而已 因此呢 王府的大门都被封起来 只开了一个小门 每天呢 只能有一个人出去买生活用品 其他的人员和物品不得随意出入 这个门口啊 还有一个官派的警卫 负责检查出入人员和物品 这个刘鹤呢 有十六个妻妾 二十二个子女 再加上一百八十多个给他们服务的奴仆 这一大家子人呢 他们住在偌大的王府中 这只有一个门卫 而且这个门卫的主要职责是监视他 而不是保护他 这安全呢 没有保障啊 这可怎么办呢 这刘鹤没办法 他只好自己花钱 雇了一批保安 负责王府的安全保卫工作 这就是刘鹤被废以后 回到昌义的情况 这原来的王府啊 现在变成了他的牢狱 他心中的愁苦 自不必说了 可是 把他从皇位上轰下来的大将军霍光 也不见得轻松 因为国不可一日无君呢 刘鹤是废掉了 可还是得选个皇位继承人呢 这之前的广陵王刘旭已经被排除了 选谁呢 汉昌帝死后 汉武帝的六个儿子中 只有广陵王刘虚还在世 可是因为刘虚行为不简 早在汉武帝活着时 就被排除皇位继承人之外了 这也是霍光宁愿迎立 所以汉武帝的孙子刘鹤继承皇位 也不选择刘虚等重要原因了 那么现在皇位空缺 目前帝国的头等大师 是尽快确立皇位继承者 霍光苦苦寻找的这个人到底在哪里 再立新帝 一手把持朝政的霍光和新皇帝之间的关系 又将如何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盈 继续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海昏侯刘鹤 第六集 提心吊胆 果日子 就在霍光一筹莫展的时候 大臣秉吉推荐了一个人选 黄曾孙刘并已 这个人呢 是汉武帝后期起兵造反的太子刘巨的孙子 按辈分 他是汉武帝的曾孙 当年 太子刘巨因奸臣无限 被迫起兵自保 汉武帝呢 不明真相 认为这是太子造反了 派重兵绞杀 太子最后是一门败灭 只剩下刚出生几个月的婴儿刘病 就是这样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 也因是罪人之后被关进了监狱 当时成年人进了监狱 都未必能活着出来啊 何况一个婴儿了 这不是明摆着要他的命吗 所幸啊 这个刘并已呢 当时遇上了同情太子的廷尉监 也就是主管监狱的这么一个官员 这个人呢 叫丙吉 丙吉呢 就在监狱里边啊 找了两个哺乳期的女犯人 给刘并已喂奶 这才让他活了下来 这个时候呢 这个刘并已啊 已经长成了一个18岁的大小伙子了 因此呢 丙吉便借机向霍光推荐刘并已作为皇位的继承人 刘并已当了皇帝以后啊 就改名叫刘荀 也就是咱们后世叫的汉宣帝 汉宣帝刘荀18岁登上皇位 他在即位前坎坷的经历 跟年龄相仿 诸侯王出身的刘鹤大为不同 他在朝中不但势单力薄 政治实力比刘鹤还弱 那么同样面对权倾朝野的霍光 汉宣帝刘荀是如何处理与霍光的关系的 他怎样做才避免了冲到刘鹤的悲剧呢 汉书就记载 说宣帝自在民间 闻之霍氏尊圣日久 内不能善 这个意思就是说 汉宣帝在民间的时候 就听说霍光是长期把持朝政 他心里边颇不以为然 但是表面上却不动声色 汉宣帝继位以后 首先下诏表彰霍光有安宗庙之功 并予以重赏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他却提出了要归正 就是将权力交给皇帝本人 自己退休回家养老去 这个刘荀呢 因为从小家遭大难 又有民间成长的经历 因此 政治上比没有遭受过挫折的刘鹤成熟的多 他非常清楚 他这个皇帝啊 其实连刘鹤都不如 因为刘鹤除了皇帝的虚名 还有昌义国的一帮臣辽 而他呢 可是孤身一人 刘鹤后来之所以被废 不就是因为不愿做傀儡 想夺霍光的权力吗 这才过了几天呢 霍光居然主动归正 这显然是在试探的 刘鹤呢 就拒不接受 坚持朝政事务 还是霍光说了算 这下霍光放心了 其实刘鹤心里非常明白 自己的资源就是年轻 那就耗时间呗 只要不动声色 耐心等待 总有出头的那天 其实啊 后来也没耗多长时间 仅仅过了四年之后 这个霍光呢 就病死了 这个时候皇帝亲政 是水到渠成啊 汉宣帝掌握了朝政大权 就开始削夺霍家的权力 这个呢 引起了霍光的儿子霍宇 和夫人霍显的不满 他们居然阴谋废除宣帝 立霍光的儿子霍宇为皇帝 汉宣帝呢 借机就将参与霍氏谋反的 这些人员呢 全部驻上 彻底铲除了威胁他的霍家势力 刘荀呢 相对于他的叔叔刘鹤 拿捏的是非常到位 可是后世人就常讲 说是霍光谋夺汉家江山 其实这个事情啊 我们看到 霍光的恶名啊 是他的夫人和儿子留下的 霍光应当说 还是汉家的忠臣 汉宣帝的成功啊 也证明 当年昌义王国的中尉王吉啊 建议刘鹤 伪证于霍光 自己呢 只做个橡皮图障 其实就是让他 韬光养晦 等待时机 遗憾的事啊 咱们的刘鹤 没有听进去 如果当初刘鹤 可耐着性子 等个几年 现在扬眉吐气的 就应该是他了 何至于沦落到 被废出的地步啊 而且呢 还是被一撸到底 连昌义王都做不成了 成了一个身份特殊的鼠人啊 短时间内遭遇 这么大的人生变故 刘鹤心理上遭受的打击 是非常巨大的 可是他根本没时间 舔死伤口 他接下来的大事 是想办法活命 因为历史上 被废的皇帝 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 刘鹤虽然回到了昌义 他的处境仍然非常危险 每天都是提着 他的脑袋过日子 那么刘鹤的危险 究竟来自于哪里 接下来 他的命运又将如何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研究员马永盈 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海昏侯刘鹤 第六集 提心吊胆 过日子 我们知道刘鹤已经下台了 他的下属该杀的傻事 该坐牢的都坐了牢了 他就光感一个回了远离京城的昌义国 无论是对霍光还是汉宣帝都不可能有什么威胁了 谁还会把他当回事呢 这个事我们是有所不知 古代社会当过皇帝甚至太子的人 不管什么原因被废除以后 他的影响力却不会很快就消散 有时候啊 这个影响力还是相当大的 正因为如此 为了防止被废的皇帝死灰复燃 或者被人利用来做文章 危害新政权 大多数情况之下 废地都难逃一死 这个刘鹤啊 虽然当了皇帝 可是心里边老是对这个被赶下台的小叔叔 不放心呢 甚至都过去十多年了 他还给当时的山羊太守张厂下了一道密诏 制造山羊太守 其锦备盗贼 查往来过客 误下所赐书 这个密诏啊 矛图是针对刘鹤的 他的大意呢 就是皇帝命令张厂 小心谨慎 防备盗贼 严查来往于山羊郡的人 而且不准张厂泄露这份密诏的内容 这个张厂呢 他是个聪明人 接到密诏 他立刻就明白了皇帝的意思 他不敢怠慢 很快就给汉宣帝呢 上了一道奏章 汇报说 他在任的这四年中啊 是经常派人寻查刘鹤的情况 两年前 他还亲自到王府查验 见到了刘鹤本人 这个当时的情况呢 是刘鹤呢 大约二十六七岁 皮肤清黑 毛发稀疏 而且呢 腿脚有点瘸 走路不方便 他们见面的时候啊 刘鹤竟然穿着短衣长裤 头上还戴着绘文罐 就这样出来见他 这个张厂呢 跟他就聊天 故意提到 昌义这个地方 猫头鹰很多 当时的人呢 就认为 猫头鹰呢 是一种恶牛 张厂的这个寓意啊 是说 昌义的这个坏人呢 很多 可是刘鹤呢 并不理解 他接着张厂的这个话头说 是啊 以前呢 我在长安就没见过 等回来的时候 一过几阳 就又听到猫头鹰叫 张厂还汇报说 我以前还跟他谈起过 按照规定 应该把给他父亲 守灵的宫女啊 都放回去 但是刘鹤却说 这些人早都该死了 有病不给治 自相残杀也不管 就是想叫他们早死 而且呢 他还反问我 为什么老想着 把他们给放了 从这些情况来看 刘鹤这个人的言行举止 和衣着打扮 都像个弱智啊 而且呢 他天生喜欢暴虐 混乱 没有一点仁义之心啊 张厂的这个奏章啊 看似罗里巴索的 其实是很有深意的 首先呢 他的奏章呢 就表明说是刘鹤 现在是身居简出 基本上过的是 化地为牢的生活 而后又专门强调 刘鹤已经是个残疾人了 走物都不方便了 说刘鹤的穿着打扮 也是有特殊的含义的 刘鹤当时穿的短衣长裤 头上戴着绘文罐 在西汉当时啊 这个短衣长裤绘文罐 这种打扮 一般都是士族们穿戴的 王侯官员们呢 要穿也只能当便服来穿 正式场合 是绝对不能穿成这样的 必须穿深衣 这个深衣呢 就是当时的一种长袍服装 刘鹤这样穿戴来见章场 这就好比家里来了 尊贵的客人 主人却穿着睡衣 出来迎接一样 不得体啊 汉宣帝刘巡 对废帝刘鹤依然不放心 让山阳太守张厂 密切关注刘鹤 回到昌义的一举一动 张厂在奏章里 将刘鹤说得如此落魄 可怜 愚钝不堪 其实是为了保护刘鹤 因为他只有把刘鹤说成这样 汉宣帝才会放心 刘鹤也才能更安全 也正因为章场上奏给汉宣帝的这份奏章 影响了刘鹤接下来的命运走向 汉宣帝在街道张厂的奏章之后啊 很高兴 认为他的这个小叔叔刘鹤 已经不足为虑了 第二年就下令把刘鹤封为海昏侯 当时的诏书是这样讲的 这个诏书中提到的顺呢 就是上古贤君五弟中的语顺 根据史记记载 说是顺的母亲早逝 他的父亲呢 古搜又给他娶了个后娘 而且呢 还生了个弟弟 名叫相 这个顺的父亲呢 因为喜欢后生的儿子相 这个相呢 就和父母一起虐待 谋害哥哥 有一次啊 古搜让顺去挖井 这个顺下去之后啊 古搜呢 就和小儿子相往井里边填土 想把顺活埋了 顺后来呢 从旁边打了个洞 逃了出去 但是这个顺不知道 他还霸占了顺的妻子和财产 住到了顺的家里 就这么一个坏蛋弟弟 这个顺呢 后来接了谣的班 当了天子之后啊 不但没有报复他 还念及骨肉之情 以得抱怨 把他封到了友臂 这个友臂呢 就是咱们现在的湖南道显一代 汉宣帝提这个事的意思呢 就是拿顺丰相来做依据 强调骨肉亲情 即使因为一些事情造成了隔阂 也不能断绝 因此呢 他要效仿上古贤君顺 也给虽然犯了错误 但同为刘氏宗亲的刘鹤 封个爵位 就是害封侯 这个史书就记载 说汉代啊 除了皇帝和诸侯王 贵族的爵位啊 有二十的 最高的呢 就是侯爵 汉宣帝呢 封刘鹤为海魂侯 这已经算是很意外了 还有更让刘鹤意外的 这个诏书里边 特别提到 封给他四千户 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啊 汉宣帝的时候 给刘氏宗室 这个王子们呢 封侯的名户啊 大多都是几百户 很少有超过两千户 这刘鹤一下子就封了四千户 可是够多的 只是这个地方不是太好 海魂呢 就是咱们现在的江西南昌新建区一带 这个汉宣帝 为什么把刘鹤封到这个地方 我个人认为啊 他完全是在模仿顺的作法 因为顺呢 就把弟弟封在了 同为南方卑狮之地的湖南道县一带 正是因为被封海魂侯 刘鹤这才从昌义国 也就是咱们今天的山东巨野县 来到了江西的南昌市附近 那么来到封地的刘鹤 是否就可以平安地度过余生了呢 刘鹤在封地又有着怎样的结局呢 我们明天接着讲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2015年南昌海魂侯幕开启 刘鹤的墓内除了王气浩荡的陪葬品 还有更多带史料价值的文物 那么透过这些出土文物 我们又能否解读出刘鹤的另一个侧面呢 明天的节目里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盈 为您解读海魂侯刘鹤第七集 千年后的追问